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上海人喊习近平下台 有来由 上海示威民众11月26号晚上 突然喊出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的口号 举世接近 那R5报道 有人指出上海春夏封城时 一对青年夫妇拒绝去方舱隔离 大白威胁那将影响一家三代 青年人就回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那表达更多的是一种悲怆和绝望 同样在上海这次喊出了 要自由 要人权 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 诉苦转化为政治诉求 这是八九六世以来极其罕见的诉求 那这也是习近平政权残酷清零加速 催生了民众的反抗意识 乌鲁木齐24日火灾案 十余人被困死在自己家中 消防车无法靠近大楼洒水灭火 对无辜使者的同情 对自身陷于清零困境的悲哀 引爆了中国人的怒火 新疆这个当局以反恐名义 严加监视维吾尔人的地区 人民因愤怒和悲痛挺身而出 点燃了全中国反抗暴政的导火索 那乌鲁木齐火灾悲剧 瞬间感染了全中国 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青年 兰州人推翻了核酸检测车 南京传播学院大学生 群聚校园深渊新疆 最突出的一幕发生在 封城害惨了的中国经济之都上海 网络广泛流传的视频显示 11月26日晚上 以青年人为主力的民众出现在该市 集区象征性的街头 乌鲁木齐街 线上鲜花和蜡烛 祭奠乌鲁木齐使者 警方出动了 在对面街道虎视眈眈 秦城警民对此之事 警方喊话让民众示善 民众不善 警方上来抓人 于是有了对抗 于是有了示威者高唱 义勇军进行去 然后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示威者们集体呼喊 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那其实在自由社会 民众上街游行 反政府是平常事 但在中国 谁听过众人齐喊 要共产党下台的声音 而且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 中共二十大达到权力顶峰 用一句分析人士的话说 所有党内的不同派别 统统被他清零 习近平如愿实现第三任 那全市如日中天 第三任开始不足两个月 上海人却要求习近平下台 这到底是怎么了 那视频就显示 警方最后大力清场 在场民众相互保护 一次一次救人 根据美联社转发的现场照片 警方最后动用一辆大轿车 拉走了一批示威者 示威者被驱散了 但是他们喊出的 要人权 要自由 得到了北大 清华等地大学生的响应 北京亮马桥 周日示威的民众喊出 上海你好 我是北京 上海加油 上海放人的口号 互相鼓励 而上海人 周日又来了 常常有人疑问 为什么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 那么多人 三年来甘愿 屈从于 毫无科学道理可言 仅仅为了满足领袖意志 全世界唯一无二的清零政策 那因为老百姓害怕 仅仅从今年以来 就发生了那么多惨剧 一名上海女护士 不准进自己工作的医院急诊 而延迟了抢救 兰州一名三岁儿童 没气重途 她家离医院挤步路 不能送去抢救 两名年轻女子 因为忘记戴口罩 遭到大白 绑压 跪地失重 但是不愿做奴隶 不畏惧的人 越来越多 被网民 预知为 孤胆英雄的重庆 超人哥 面对众人说出了 不自由和穷 我们全战了 我们现在还在 为一个小感冒而折腾 那九月份 贵州防疫车出车祸 造成27死惨剧 就有人悲哀的喊出 我们都在车上 那乌鲁木齐发生火灾 烧死了食人事件后 可能让更多人意识到 不能在这样 坐在被奴役的列车上 滑行了 持续三年的暴力清零 造成经济凋敝 那民生艰难 浪费了青春 多少农民工 无家可归 多少小商小贩 破产 多少青年 白白没有了青春 期间多少人遭受 白卫兵的藐视 欺凌 种种屈辱 更是一言难尽 观察人士就认为 中国人清楚 谁是残酷的 清零政策的始作俑者 上海人不过大声喊出了 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说明了人们忍无可忍了 上海北京民众喊出的 要人权要自由 已经不仅仅是要求 当局解除清零 那民众提出政治诉求 在如今世界大多数国家 再正常不过 即使在专制国家 诸如俄罗斯伊朗 也会有民众冒着危险发动 参加反政府示威活动 但这一切在中国 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警察不断的抓人 就是民政 上海人走出了这一步 从网络流传的大量视频来看 他们并不孤独 星期日 中国几十座城市 爆发了大小不等的声援活动 在成都市 望平街 聚集的民众 喊出了 不要终身制 反对独裁 不自由 无宁死的口号 那抗议的活动 各种各样 许多人手举白子 无声抗议 换个焦点 自欺欺人 中国央视删除 世界杯观众 未戴口罩场景 中国疫情严厉 风控措施 已经导致街头抗议 而此前 电视台转播世界杯赛事 也因喧闹的 世界杯观众人群 与中国国内 严厉风控形成 鲜明对比 引起了愤怒 而今 中国国营广播公司 正在剪掉 卡达尔世界杯 未戴口罩球迷的 特写镜头 引起质疑 那发新社报导 中国是最后一个 仍然尝试 透过快速封锁 长期隔离 和大规模检测 来遏制 疫情在国内 传播的国家 发新社观察发现 在周日 日本与 哥斯达黎加 对阵的小组赛直播 中国中央电视台 体育频道 CCTV Sport 用球员 官员或足球场画面 取代未戴口罩球迷 挥舞其枝的 特写镜头 央视体育播出 远距离人群镜头 很难辨认 个人脸孔 与包括抖音 中国版TikTok 在内的平台 同一场比赛 网络直播相比 人群镜头 也少很多 那一封 质疑中国防疫政策的 公开信 22日出现在微信 APP上 那指问 中国是否与卡达尔 在同一个星球上 随后遭到审查员 从平台删除 大江南北 军在抗议习近平政权 那昨日 中国的抗议潮 已向大江南北蔓延 难以计数的中国人 在周日涌向北京 上海 武汉 南京 兰州 重庆 成都 以及其他中国城市的大街 抗议当局过度清零 他们极其罕见的 对习近平政权 以及其实施 三年的严酷的清零政策 表达敌意 昨日晚上 让上海市民再次聚会 乌鲁木齐中路 悼念新疆 火灾 死难者 那并且 为26日夜 被警方抓走的民众 打抱不平 愤怒的民众 高喊警察 放人 网络流传的一个视频 就显示 人群中一名女生 喊出了在北京 四通桥上 彭丽发 喊出的三罢口号 罢工 罢课 罢免独裁 国贼 罢新社记者 现场观察到 这座2500万人的 大都市中心 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示威者 与大批警察对词 昨日晚上 许多上海市民 开始在淮海中路 复兴中路 长乐路 长熟路 安福路 五元路等处聚集 视频显示 警察在安福路和乌鲁木齐路 冲入人群抓人 在复兴中路和淮海中路交窃处 拉起警戒线来封路 现场有人被无差别抓走 在上海复兴西路 有大批民众围住警车 高喊放人 还有视频显示 在复兴西路伊朗领事馆门口 警察抓了两个巴士的人 那网络上大量转发的视频 还显示 在四川 成都市望平街 周日晚间聚集人潮 人群高喊 不要终身制 反对独裁 不自由 无宁死等口号 那视频就显示了 人潮可能达到上千人 民众聚集过程中 警察突然进来抓人 引发混乱 随后大批人走出望平街 开始游行 那同日的晚间 在湖北省武汉 许多民众走上 汉政街等处抗议 并与武警爆发冲突 中国首都北京 周日也出现了 声援上海市民的活动 网上视频就显示 北京防华的亮马桥附近 周日晚聚集了大批民众 许多人手举白纸 大批警察在周边 严阵以待 许多人高喊上海你好 我是北京 上海加油 上海放人 不要核酸 要自由 表达他们对上海民众的声援 那深夜 亮马河内部 沿岸被封锁 防止有人前往加入抗议活动 人们聚集在外围马路边 引发更大的围观 路过的人和车 也加入了进来 那在北京 周日 清华大学大约上千名学生 聚集抗议 他们喊出 民主法治 表达自由的口号 人群中一位女生高声喊出 从今天起 不再为公权力口交 众人齐声响应 好 当晚 在北京市民 喜欢上部的亮马河畔 也出现了人潮和警察 一些示威者 首次白纸 表达抗议 另外一些民众 则在河边 放上鲜花 点燃蜡烛 向乌鲁木齐火灾 罹难者致哀 法新社报道说 许多社交网络传播的视频显示 在南京传播学院 众多的学生走出抗议 在西安 在广州 也都爆发了抗议活动 那在偏远的云南大理 周日晚间 数十人 有的弹着吉他 有的手持白纸 有的带着狗 唱着国际歌 在街头游行 再来我们关注 德国媒体说 抗议活动表达了 中国人民的绝望 那德国电视一台报道说 抗议活动在多个城市 继续扩大 人们在发泄 对严格的 清零防疫政策的怒火 在上海的抗议活动 成为公开 反对国家和习近平的活动 人们要求习近平下台 要求自由和结束封锁 这在没有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和示威游行权的中国 是极其罕见的 但中国继续坚持清零战略 并且为此在世界上 形单影子 而警察在上海 将人们为哀悼 乌鲁木齐火灾使者 献得鲜花搬走 也让人们不能理解 德国商报报道就说 许多人越来越不愿意 向严格的防疫措施低头 骚乱正在爆发 上海 南京 北京等地 都出现了抗议活动 视频就显示 人们高呼为人民服务 和我们要自由 今年春天 上海被封城两个月时 当时已经出现了 罕见的抗议活动 在中国各地 人们现在互相播放 转发抗议活动的视频 以表达人们是多么的绝望 德国时代州报写道 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 导致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 这种针对政府和中国头号人物的 公开抗议在中国极为罕见 当前的抗议活动 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 放宽清零战略 他们还显示出 民众对当前执政风格 政府作风的愤怒 以及不满 那中国的抗议活动 大多局限于当地问题 例如环境或银行丑闻 或拖欠工资 那但这一次不一样了 人们的愤怒 剑指共产党 从共产党领导层的角度来看 抗议活动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 那这肯定是令人担忧的事 那北京众多封锁安置点的居民 显然受到了抗议活动的鼓舞 大声要求开放 并要求在检测呈阳性时 有权在家自我隔离 北京地方政府周日也宣布了 有限的宽松政策 新疆地方政府也宣布 会逐渐放宽防疫措施 有居民表示 确实已有所松动 显然政府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来安抚示威者争取时间 新闻之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赵一德 升任书记 刘国中 廖城副总理 那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 地方高层再出现调整 中共中央决定 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刘国中不再兼任 陕西省 伟书记职务 那陕西省长赵一德 任陕西省伟书记 那根据消息透露 刘国中将调中央 后任国务院副总理 二十届中央委员 延安市委书记赵刚 预料将升任陕西省长 那五十七岁的赵一德 是浙西干部 浙江温领人 那长期在浙江任职 承认温州市长 屈州市委书记 浙江省委秘书长 杭州市委书记等职 2018年担任河北省委副书记 2020年担任陕西省长 如今成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六十岁的刘国中 承认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 副省长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 四川省委副书记等职 2016年担任吉林省长 2018年担任陕西省长 2020年七月任陕西省委书记 在中共二十大 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那预料升任陕西省长的 省委副书记 延安书记 赵刚 现年五十四岁 出身军工系统 承认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副总经理 中国一重集团总经理 陕西副省长 另外 根据中央纪委通报 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党组副书记 周建坤 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审查 六十二岁的周建坤 承认贵州安顺市长 安顺市委书记 毕杰市委书记 自此二十大之后 已有五名省部及高官落马 此前四人分别是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范义飞 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副中委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纪国刚 吉林省政协原副主席 张小培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